他们刚刚也已经cue过了的 我也不是我了 我也不是听说 好像这个人是大大方方的说 放话要拿这一季大王的 掌声有请杨萌恩 大家好 我是萌恩 我不知道你们感受到没有 就是我在这个小组的位置 其实是很多职场人 最危险的那种处境 就是新人来势汹汹 老人抱团滑水 然后还有一群 事不关己的同事 坐在暗处等着看你的笑话 我真的职场太危险了 我之前干了很多工作 然后我就发现 我是那种不适合上班的人 因为我不理解 那种职场当中的任何一种规则 首先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大家上班 就一定要起一个英文名字 就是我之前去一家传媒公司 然后新人注视大会的时候 他们的英文名字 都是特别的浮华 都叫什么 Stella Emily Crystal 他们那种名字 听起来就好像是 国外电影里面 男女主角齐的名字一样 而我的英文名字 叫鲍博 他们介绍完之后 我肯定不好意思说 我叫鲍博 鲍博听起来就像是 Stella养的一条狗一样 然后呢 巴巴巴巴巴巴 一个介绍 马上就到我了 然后问 哎哟小伙子 你怎么称呼呀 我集中生智 James Bomb 可以可以 可以 能挺上去 我就真的受不了 别人跟我说那些英文 你知道吗 说中文里面带的英文 尤其剑客户子 更是这样的 哎哟 这是我们的项目 Leader Stephanie 你们这个slogan不行啊 Rondon记得及时发给我们 我那时候真的特别生气 我就特别想 我旁边能站一个无精 然后我就理直气壮 别忘了告诉他 这里是中国 而且我也很害怕 我很害怕和领导吃饭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那个部门 甚至培训过 如何和领导 在饭局上聊天 它是这样的 就是你首先呢 要顺着领导的话说 聊一些共同话题 然后有一个方法 叫暂美请教表态法 为了方便记忆 还有一个手势操 是什么样的 就是这样 领导说了一个事之后啊 你就说 哎领导 你这个事 可真这个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要是我 我可不行 我还记得 我第一次和领导出去吃饭 那天我们吃的是小龙虾 我就坐我领导旁边 然后领导跟我说 哎摩恩啊 我特别爱吃这个小龙虾 但我就是不爱巴 我当时一听 我说这共同话题 来得太顺了吧 这天助我也 我说是啊领导 我也不爱巴呀 紧接着 手势操呼之欲出 领导 你这个爱好可真这个 是谁把你灌成这样的呢 要是我 我都没脸说出来 我觉得他应该能量多吧 我们经常会吐槽自己 一些没能力的老板对吧 然后说他们站在风口上 猪都会起飞 但是我那个前老板 更厉害 他是那种错过了风口 自己要起飞的猪 就是什么伙子 就跟风做什么 我真的不明白 一会儿做公众号 一会儿做短视频 做公众号的时候 他要求我一个月 写出五篇十万家 我说这不现实 不可能 他说你想办法呀 你实在不行 你可以动用那个WA呀 我说什么是WA 他说Water Army水军 我说你这种词 你都能缩写 那你真是个Super Boss 你们知道 跟这种不懂装懂 还有瞎指挥的领导 一起在开会 那种什么感觉吗 就感觉你是超精雄 正在拯救世界 你的同事啊 都是什么绿巨人 美国队长雷神什么 大家焦头烂额 这时候你老板 突然出来说一句话 而且越是这样的老板 越假装自己爱学习 我前老板花了十几万 上那个总裁班 上我商学院 我真的特别心疼 因为我觉得 他的那些学费 全是我打工 挣出来的钱 而且他们上学 不是为了学习 就是为了交际 对吧 有一天我工作 我加班到了半夜两点钟 然后就看见我老板 发了一个小视频 是他们商学院的同学 正在KTV里面 唱歌 喝酒 摇骰子 而我的老板 正在和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同学 合唱一首广岛之恋 我当时真的特别生气 我终于体会到那种 为人父母心酸和气氛 你明白吗 我当时真的特别想 冲进那个视频里 然后找到我的老板 然后指着他的鼻子 就是我一天到晚 辛辛苦苦上班 供你上学 就让你来学校里干这个的 所以我想明白了 当老板是这个世界上 最快乐的职业 我以后要当老板 我现在做特别的最高目标 就是要收购这家公司 到时候 我白天就当着员工的面 胡说八道 然后晚上下班找我吃饭 最后到了半夜 我就去KTV 挥霍这些脱口秀演员 给我中的血汗钱 然后我就把 就把所有特别 我们也不唱歌 就把所有特别演员 都叫过来 都叫过来 然后就让他们表演脱口秀 表演脱口秀之后 然后我就 就跟我有钱的朋友 就这样说 您听好笑吗 好笑记得拍灯哦 好好休息 好好什么 我说咋俩 好好休息 三 二 一 请铺票 蒙恩刚刚吐槽的老板 是你什么时候的老板 远眉 其实什么时候的老板 都各不相通 但他们确实都爱去KTV 蒙恩 大概最酷的那块是赞美 什么那个 首饰 首饰舞 那是你自个儿新发明的是吗 那个是我结合各种 经验总结出来的 男团 那我们都可以 其实可以学一个这个 学习一下 因为马上 这一定可以上热搜 谢谢 我最有功名那段 就是包龙虾那个 我就是 我一定是这种人 老板说 我不会包 您猜 我也不会包 因为之前我们公司老板 就是那个 他开电梯进来 手里拿一堆东西 我问他您去几层 几层 他说我去九层 我说那你赶紧摁啊 要不待会过了 因为 我有时候 我一个领导 我就不知道 怎么主动跟人说话 是对的 也慌 所以那一段 特别有 特别有这个同感 其实我是觉得 他很厉害的 到最后那一点 到底是稿子里 有没有 不知道 但是他 宁把 净杰给Q的 让他拍了灯 我就觉得这一看 就是非常有经验的 老蒙了 没有 稿子里原话是 有钱人 然后有钱的朋友 怎么怎么样 结果就是反应 就一下就把净杰 余光扫了一下 现场就给他POA了 太厉害了 对啊 现场直接就让净杰拍灯了 我就觉得 一看就是非常有经验的 到时候怎么变通 很厉害 一看你就是当领导的料 希望你早日收购效果的话 我们共同期待那一天 你也自由了 我也自由了 共同期待那一天 蒙恩这回觉得冠军 胜圈在握了吗 没有 我这个这个 你可逼嘴 疯了吗 每个都冠军 我都说得好 真好 恭喜蒙恩 得到了四个领校园的拍灯 谢谢 哎呀